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是省长来的 在湖北是省长 你不要来北京的法威当省长 他虽然说这件事 吴康文和我多次是人大会议提出 提出什么 要人大代表不能有其他行政机关责任的 例如省委书记 省长 副省长 市长 你怎样监察政府呢 你自己监察自己 即没有重叠的身份 重叠现在多少成 总共2900多人中间 差不多是行政机构 有些派给少数民族的人 根本不能够监察政府 自己监察自己 但是会不会首先改进 我不知道 不过今次湾家报说了 经济改革 不能没有相对配的政治改革 不能够没有相对配的政治改革 不过今次湾家报说了 如果你只是搞经济 不搞政治改革 是不会成功的 他说眼睛 看他怎么样 眼睛 但是没有迹象是搞政治改革 村政选举 以前就是这样 以前24万票就是一个代表 现在 你知不知农民有100万票 他说要同样的权力 也都是24万票 已经开始改进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中国一步登天 民主改革 好了 不只是这里 这些事情他们一定要想 第一个改革要人大代表 不是行政机关的人 要监察行政机关的施政 要监察李鸿忠这种人 你明白吗 我相信会来的 迟早 因为人大代表如果不是有行政机关的人 就像立法会 批评很正常 我说你做得不错 为什么你这样 为什么你的政策向有钱人谈邪 为什么有文 现在那里你敢问 他自己监察自己是很不错 所以我很支持文康文 他最后那两年 在人大第十届的时候 他说的 他提出来 你想想 我年年都是反贪 法治 你想想 我见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都是贪污的 他来解释给他 他说 怎么防贪 信不信 你怎么搞错 我昨天才查了刘佩琪 他说是他 我是不是那个人来解释那个 阿王 去年抓了 你如果有这样的制度 这样要发展国家 怎么办 你要先搞定这些事情 所以我也同意 中国也存在了新层次的矛盾 温家宝总理很投赤的 他还剩下三年多 其实两年左右 因为2013年已经不是他 他要花尽全力 他说什么呢 創造社会的公平公义 Good luck 因为那时朱鎔基也说过这些事情 谷宫尽水 准备100库棺材 90库是给其他贪官 一库留给自己的 朱鎔基已经尽量做了 现在温家宝剩下三年 做不做得都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但是他有心想做 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制度 都是不公平 所以被人见到 你知道在政治上 不只是你口华 要seen to be done 要被人见到 是你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新层截矛 比香港多 当然多了 多得多 香港的新层截矛 他说了 说了又怎样呢 他又不给 煲胎做事 最重要的是 中国领导人说的 我心里研究 你研究我 你研究我 为何不让煲胎做事 香港又不能动 他现在说的 说创造条件 就是创造条件 给人民可以批评政府 又不说怎样创造 那你要解释 等于新层截矛 到现在才解释 因为很简单 中国领导阶层 认为真人权 没有解决新层截矛 所以他上一次说 去年的十二月更好处理 更好处理 你都不知道我们突然如何面对港人 是吧 当然这个一定是 非哥 但是 如果你北京就绑住他 又不让他处理 那又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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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被人骂他都没用的 我希望 我希望看你这个节目 我希望看你这个节目的人 看一看2007年10月10日 他的99段都101段 我一定知道 因为他说的 你知道吗 施政报告很重要 非哥 问题是他说了 现在要是他说了 他自己可以做 他特意不做 那他就坏了 如果他说了 北京不让他做 那又怎样呢 争取 那他呢 你说得对 争取 他当然不敢出来 其实他都说了 他说因为我可以做的就是这些 那谁可以 就是北京准我做就是这些 如果我是他 发表了99到101段 是这样的说法 现在做不到辞职 不是辞职 我会和中国领导 甚至说我会把官员说 喂 我2007年这篇施政报告 是交给你看过的 是 不看过他不会说的 是 你那时候不告诉我 我的宪制责任在哪里 我说了 你想我没有诚信吗 喂 非哥 不是说北的意思 我为什么不是对抗 即是不权是那些人才行 我被你击死 我不是击死 我现在才认为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不是政治人物 他真是一个typical的公务员 是吗 那他就是做好份工 就是 他不跟老板爭 你不妥的 你这样做法 对我很大影响 是吗 你明白我说什么 我明白 是啊 所以这个自财其构 他的争取 我跟他说 你香港不是搞对抗 是 是 据理力争 是 我们经常都叫政府是这样 不是 据理力争的意思就是 喂 我这篇东西 说之前 说我的宪制责任 要搞定普選 我说了 是纪录在岸 永远纪录 不是 纪录在岸 那纪录在岸 纪录在岸 你要令到我对演 是这样说的 是吗 看不见 如果实在说 不行 喂 那你做下去都没有人 是吗 那我好像是 马仕坑头痛 是吧 头痛 不是脚痛 马仕坑非常健康 我告诉你 我常常见到他 他上两次在这里 飞哥 他上来坐在你这张椅子 他风骚了 不得了 他看穿了政局 看穿了 看穿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看穿了 飞哥 但是你不是做官 你做议员 你不是做官 做官 看穿了就要走了 你看看 最近好笑 我看得我几乎不相信 我的眼睛 是明报 前几天 叶劉淑书二 自己出称登方大广告 他不是叫林国长 就说林国长 哇 是不是啊 真的是 立法会议员 叶劉淑书二 说现在他欺负人 你知了 九成赞成变了八成 那个强柏那个 星期三投票 星期三投票 你看 他说那些穷人 是小羔羊 摸圣经 那些有钱人是怎样 大把羊 大把牛 但不要吓人 是小羔羊 二路水雨 是有料的 但是呢 林郑也不是野小的 他现在还在做官 到最后呢 我告诉你 一定是叶劉淑书 因为他登广告的嘛 好啊 我们停一停 回来继续谈